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集來到中環區 現在繼上一次的深水埗影片 多謝大家的支持 很多人給了很多意見我 我也很開心 今次來到中環區 也是另一個遊客重鎮 專程來到我們這邊中環 嘗試我們一些香港地道的食物 所以今天我特意過來中環這邊 看看牠們的排隊店是否真的好吃 也會留意我們的服務 看看能否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體驗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我們每條影片拍攝香港餐廳的內容 因為國內太多人 又真的要堅守 堅持在香港拍攝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 在下面可以給個讚 最重要是把我的影片多些分享給其他朋友 讓多些人看到 今天我們會盡量在中環區 走下看哪間排隊店 跟大家試一試 看看食物和服務方面是怎樣 第一間我們就來到中環蘭方園打大佬 走來這邊看看牠的情況是否這麼好吃 這麼值得排這麼久 因為這間蘭方園基本上都是香港 其中一間最老牌的茶餐廳 牠在1952年開始擺檔 以一個大排檔式的形式經營 而且牠亦發明一個絲襪奶茶 還有一件牠挺有名的 就是牠吃蔥油雞扒撈丁 我今天這個系列要和大家留在香港吃好東西 所以來到這邊沒理由不試一下 就是中環區 一些超級排隊 即是旅客之外的店 究竟牠們是否真的這麼好吃 現在牠們排隊超瘋 在那邊有一條隊 然後排到前面是兩邊兩條隊左右 這樣排隊 遊客 應該九成 超過九成都是遊客 還有剛才姐姐也挺趕急的 可能通常生意好都是這樣 比較暴躁 門口第一張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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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門口第一張台 哇 這張台正啊 這張台 最出名的 這些不用說 就是豬扒包 西多士 蔥油雞扒撈丁 這個是必買的 味道如何 難方圓 即是遠近馳名 接著就絲襪奶茶 這裡寫著是絲襪奶茶 一個通粉60元 一杯絲襪奶茶25元 凍的28元 這裡 另外這裡有些飯的餐 就66元連賣奶茶 這個是臨時搭出來的位置 很明顯 因為太多人在門口打個張台 一個豬扒包 豬扒包 對 蔥油雞扒撈丁 再加多杯熱奶茶給 你是不是鴨鴨 對 重點啊 熱帥 對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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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真的非常厲害 剛才有個遊客 剛才買外賣 他跟他說 你坐下吃吧 一路走一路射 外賣的奶茶已經直接在這裡拿出來 已經充電了 蔥油撈丁,這碗就 66 元 雞扒蔥油撈丁 我就不客氣了,也不阻人那麼久 我們要快一點 麵好像初步看,它的醬汁不太夠 很白白 旁邊當然有蔥油 看看能否夠味 加了少許的豉油 雞扒 雞扒其實就是四件 三、四件 嘩 嘗 嘩 拿出來的醬汁是綠好 有少許硬 我覺得它是未夠時間去煮 可能太快 有少許乾燥 但是它還未夠熟 就拿出來 就放在一邊 有客人就放 即是拿出來 雞扒是有煎過的 因為它是香煎雞扒 這個雞扒是挺熱的 雞扒OK 好像快餐店的雞扒炒飯 又好像以前中學 那些飯餐 茄汁 雞扒飯 那樣 而蔥油就是重點 但是它給的太少 我基本上拌完就沒什麼味 而這塊麵 這個位置大家看看 是整餅的 乾 一餅 你看 這個位置全白 如果有蔥油就香 但是它給的太少 部分太少 我們點了豬扒包 還有就是點了一個熱奶茶 豬扒包 這個是舊式的漢堡包 皮 它都有點誠意 熱一點 還有有焊過 看到嗎 對 焊過 豬扒就全部起了肉 就不會有條骨狠 中間就還有些番茄 有些沙律醬 它這一款 即是這個漢堡包 比較原汁原味 我覺得這個做法 起碼 漢堡包形式的豬扒包 鶏豬扒包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吃的 它這個做法 麵包和裡面的材料 都很不同 澳門那種 最後就試一試它的奶茶 這裡是王牌的 其實就試一下 它這個顏色就比較淡色 我看到 有茶味 有茶香味 它這款應該是用斯里蘭卡 我看資料是用斯里蘭卡的茶葉 它是香味夠 就是喝之前聞到的香味 而且夠滑 而且它的茶葉沒有苦澀味 沒有削味 很滑 一可能彈一彈 就是回甘香 尾段後段的茶味比較弱 但頭段 無論在味道和茶底質地 我覺得是OK的 其實你不可以這麼趕急地喝 我覺得這杯奶茶 要一些時間 你慢慢在口腔中 慢慢來感受到質地 但今天真的太趕 其實有時候去茶記 都難方形出名的 專流得太厲害 而且看到阿姐都做到出貨 那個禮貌始終都不太好 最失望的就是這個露丁很乾 你看已經是 要多 蔥油要夠 你才可以拌得起這個面 現在這個已經是 有少許味熟又乾 蔥油不夠 雞扒是OK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推薦 如果大家真的要來這裡吃 奶茶 豬扒包 兩樣東西 剛才呢 阿姐很威風 剛才有人說 可不可以快一點呢 阿姐跟她說 你快一點就吃麥當勞 他66元 這間的蔥油雞扒 拌丁連著熱奶茶 另外就是34元 豬扒包 剛剛好100元 minimum charge是40元 一位 我覺得這間餐廳 4個子 5個子 純粹吃情懷 第二間我們來的 就是這間太槍餅店 這間店真是奇怪 以前我們都有買過來吃 不是說是 它是好吃的 但又未至於 好像今天這樣 大排長龍 去到這個地步 很多人 就算在對面 都看過來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間餐廳真是奇怪 這間餐廳都出名了 有很多遊客 經典沙翁 現在都很少有 13元一個 有蛋撻 有雞扒 有叉燒酥 酥皮11元 其實全部都11元 如果你是牛乳蛋撻 就15元 我剛剛出爐的 我應該吃餅皮 酥皮我自己一般 很喜歡吃餅皮 好像脆脆的 麻煩一個餅皮 一個沙翁 沒有了 兩個 麻煩 分開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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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一下蛋撻 我拿出來 看見它的皮 白白白 我就心之不妙了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人 像我一樣 吃蛋撻 我反而緊張 餅皮 比裡面的蛋黃 沒吃完後 都知道 焗的時間還沒夠 也少了一份香味 至於蛋漿裡面 也夠滑 剛剛出爐 都是熱的 所以蛋漿沒問題 但唯獨是餅皮 較為失望 整個沙翁11元 而且很大 沙翁 反而這個 我有點寄望 它中間很有空氣感 跟舊式的做法一樣 而且很鬆軟 沙翁又夠平均 這個很好吃 還有這個沙翁 是有少許煙韌的質感 還有夠大 像有些泡芙的質感 皮可以再做脆一點 我嫌它是軟了一點 即是質感也是軟了一點 不過我吃到中段 中間這個沙翁 我覺得它的麵粉是比較濕 即是濕潤了一點 可能這個 我自己就一般 即是好像 還未熟半熟 你看到這些麵包 裡面的質感 剛頭外層是OK的 但裡面的麵粉好像還未熟 好像還未夠時間 然後我們就來了另外一間 超級受惠客歡迎的粉麵店 從中環來說 今天這裡看一下 你看一下 一路排到轉角 今天就來了這間的尖仔記 其實在中環尖仔記有兩間 在中環廣場旁邊 就應該不用怎樣等的 今天來到這間尖仔記 基本上是吃三樣的食物 雲吞麵 鯪魚球麵 和鮮牛麵 三樣的食物 它那個鯪魚球麵 那個鯪魚球是超大塊的 我之前吃都蠻好吃的 但不知道 從幾何時 現在就變成 旅客熱愛的一間粉麵店 尖仔記在裡面就很擠一下 其實在附近 就還有這個麥銀記 在對面 有機會再跟大家試一下 它的價錢 現在就四十元一碗 以前應該是二十幾元 一路一路一路這樣加上來 這個鯪魚球麵 都算是挺好聲氣 這麼忙的情況 都還是有點笑容 很難得 一個雲吞麵 另外一個鯪魚球麵 麻煩 雲吞麵 麻煩 麻煩 好 這裡就八十元 一坐下來 基本上它會馬上擠出來 哇 速度快到一個點 這個鯪魚應該有一輝 我懷疑它一看到這張單 已經差不多整定了 我們都事不宜遲 我們首先點了兩碗 雲吞麵 和這個鯪魚球麵 三粒 以前雲吞麵 雲吞是四粒 亦都沒有以前那麼巨型 好像沒有它這麼誇張 雲吞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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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以前是完整一點 好像一個雪糕球 現在是比較粗造一點 可能很趕 粗造了 隨便搭一塊 兩塊都是不同形狀 湯頭是比較深色的 這個湯 我發現有很多日本遊客 現在我們坐桌子 都是超級大 很難拍到 剛才我們都排了大約10分鐘左右 麵份量反而是不錯的 我再看看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實在是太大 我唯有就著位置拍 這個鯪魚球 哇 新鮮的鯪魚肉 有魚的香味 而且它的質地很軟 剛剛很熟 而且沒有什麼腥味 我覺得它這個 打得不錯 它打的鯪魚球 是做得不錯 裡面還有一點芫茜 基本上你不用加這個 胡椒粉都OK 這個都挺彈牙的 我以前都是喜歡吃這一款 因為香港就很少 巨型級的鯪魚球 雲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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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隻蝦 新鮮的蝦 釀進去 日本商人 炸到爆了 炸到大粒 吃進口都爽口 豬肉的比例很少 大部分都是蝦肉 所以很彈口 很大 很膨脹 整個雲吞 如果你說正宗 它就不是正宗 但是吃進口就飽滿 材料就十足 這個湯 剛才說的 它的顏色都比較深色 這個顏色 都OK 有些狗黃的味道 但地魚 就不是說好喝得出 湯 因為其實它的食物都很大碗 壓得很實 麵就很快吸收了湯底 所以剩下湯底 反而不是那麼多 麵 反而我吃一吃 它的質地是滑的 但就不是銀絲細麵 那種質地 不過它就沒有什麼蛋香味 這個麵 不是很彈牙的 入口 如果大家想吃一些 正宗一點的雲吞麵 就未必符合到的要求 我想要一些細緻一點 要比較傳統一點的味道 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來到中環荷里活道這邊 就不得不提一下 我們香港這些公里真鳥竹藉水 我們這間店 我想是幾十年歷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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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藉水是冷的 你看它 有點帶青的 很溶的 黃黃的帶少帶青的 嗯 比較純淨 沒有什麼假的 但這個味道是很自然的 很滋潤的 不會很… 甜的不會很滑厚 所以這個也不錯 好 接著最後一間 我們又來到中環的和順機 為什麼我特意放在最後呢 就是因為要等人狼銷山才行 否則我走不到過來這邊 因為這間和順機 真是主打 我們一個香港好地道的食物 就是炸雞腿 這個雞腿都出了名 是生炸的 而且是超級大份的 今天來到 晚了一點就可以吃這個餡茶 餡茶呢 我們就買了一個雞腿 和一個 若膳豬潤米粉 兩份都是五十六 這隻雞腿呢 就五十五元 米粉呢 就五十八元 好厲害 而且真的熱辣辣的 這個雞腿 給大家看 真的有些份量都挺重的 OK啦 這個尺寸 有那麼上下 比例 真的剛剛炸出來 連皮就十分之斜惡 不過吃得這道菜 真的不要跟我說 要健康 你吃得這道菜 就算是一個邪惡食品 這個 可以在後面 先切大腿骨 這樣就容易切 起了這個大腿骨 可以這樣 哇 真脆 這個 其實它整個炸雞腿 是攤開一個平面炸的 所以你吃都比較方便 很厚 好肉 而且它都不會炸到過火 我看這個 是挺OK的 你看你 這個雞肉 你見到還是很juicy 有時候你去吃這些炸雞腿 偶爾都會放些黑椒 或調味 那它這隻 就真的吃回它 雞腿的原味 我覺得也是挺好 那個藥士豬潤米粉 它這個都蠻慷慨 而且那碗米粉裡面 真的有很多豬潤 而且最重要 豬潤它就沒有煮得很老 都是有些粉嫩 今天就很開心 繼上一次 即是深水寶之外 後 立刻和大家探索一下 我們香港地道的食物 有多好味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支持一下我 最重要 就是我們都要好好珍惜 我們香港的一些 地道小食 地道餐廳 最近走過這麼多 街 看看不同的餐廳 我都覺得香港的轉變 都是很大 我看到我上面 有些旅客 下來玩 她都覺得 為什麼香港越來越像深圳 希望我們能夠共同 繼續保留香港 一些獨特的文化 一些氣息 如果大家支持 就記得記得 按個訂閱 還有看影片給個讚 還有也可以把我的影片 分享給更加多的朋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有一些雅 哪兒 這位 是 還沒找到 為個最項錢 有一個掛後 當初